阿星因意外被打造成百变的人造人 刚牙妹暗恋阿星的善良女孩子 阿星因为是笑懂的儿子 一直胡作非为捉弄同学 大家敢怒不敢言 爆牙妹公开反抗阿星的笑霸行为 阿星去找爆牙妹的教授叔叔算账 在教授的解剖课堂上 被教授解剖手法的夸张和惨烈弄到晕倒 趁着月黑风高 不甘心的阿星带着自己的跟班大叔 潜入到教授的地下实验室搞埋伏 却被教授研发的汇动的人体机关吓傻 报警后警察在现场一无所获 怀疑是阿星恶搞报假案 害怕受到报复的阿星在家安插保镖 快个看到这些盲人保镖 也真是佩服阿星的恶名远扬 阿星调情美女遇到了茶子 这次泡的妞是黑社会大哥的马子 差点被黑社会扔进海里喂雨的阿星跑虎了家 遇到老妈说出自己被隐瞒的绅士 原来阿星的老爸并不是有权有势的孝董 而是身边的跟班大叔 但是为了自己的前程 阿星选择了孝董继续做爸爸 把跟班大叔撵出了家门 阿星虽然任性交惯 但还是受到良心的谴责 黑社会派了人手来解决阿星 关键时刻跟班大叔来帮助阿星 最后父子被绑起来 在定时炸弹响起前 阿星选择砍断自己的手臂 就轻生老爸 被炸的只剩一张嘴和一个脑子的阿星 因为没有效董老爸给钱救治 而危在旦夕 教授决定亲自动手 来将阿星改造成人造人 反复改良后的阿星恢复了外貌 跟老爸离开了香港 只能靠吃电池为生的阿星 过着平民生活 没想到昔日被自己欺负的同学 给自己介绍了一份教师工作 成亲做人的阿星到了烂学校 被学生打得裤子都没得穿 也遇见了变漂亮的钢牙妹 看到钢牙妹跟帅哥走掉 心灰意冷的阿星决定跳楼去死 刚好被赶到的教授救了 并且把自己发明的威力芯片 给阿星安装上 得到芯片的阿星 变成了无敌摆片人造人 有了力量的阿星去找钢牙妹表白 在成功打败竞争者后 钢牙妹答应了阿星的追求 拥有超能力的阿星 将学校里的岔身 整顿得不敢作恶 尽管学校的氛围变好 然病软 笑董因为阿星抢了自己儿子的女朋友 决定开除阿星 赫世却被阿星的摆片超能力下疯癫 保住职位的阿星又被黑社会追杀 不过这一次阿星一血前耻 把杀手打趴 黑社会投入巨资 改造了人造人杀手来对付阿星 在阿星的婚礼上 阿星启动了复仇模式对付杀手 将他骗到肚子里 高温融化了杀手 坏哥真心佩服星野的想象力呀 各种家庭用品 变成意想不到的杀人武器 无计可视的黑社会投资也被抓 相当于某人部目标 好聪明 百多都